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廖言輝,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就跟各位分享的一样 不管做票也好 做骑者也好 其实都可以很简单 但是 一定要有领先 而且可以实战新技术 就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 当我们拥有新经济的观念的同时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死爆活爆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有满手踏的股票遗憾 这跟着新经济的观念 用最踏实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来 很自然的 就可以刷出比标跟标获利 但是 很多的朋友 股票一做很辛苦 到底原初在哪里 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 包括股票套牢 不会去停损 常常让自己的股票会越套越深 股票呢 总会报上报下 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 而持股贵分散的结果 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 更重要的 会多不会空 行情原因就做一半 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 只能注定套牢 或是赔钱 进出没有证据 甚至买卖点才会慢了半拍 因此呢 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最好的方式就是 赚它最好赚那一段 为什么所有操作一定要坚持赚它最好赚那一段 他们可以赚它最好赚那一段的同时 在资金效率的部分 就不用去等待一段股票 漫长盘整时间 当然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资金到最后常会变成一滩死水 动弹不等 甚至风险会变得更小 因为我们就是完全不必要去承担 任何股票回档风险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常常做到最后会有 大赚并小赚或小赚并跳的遗憾 甚至呢 这样的操作方式会让获利变得更大 而且会变得更快 因为所有操作只会专注在获利最快这一段 更不会像过去一样 存股会变成存股 甚至呢 做破断的股票到最后 常常落得满手探了 那就很可惜了 因此呢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我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各位资金 做最有效应用 而不是消极地躺在这个地方 一直变成一滩死水 而这个系统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 包括程式的部分 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 这个市场当中 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进场之前呢 可以立即不确显示进场 停水停利 可以上交位一次的各位 我建筑就好赚的 因为资金需要才高 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笔带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空能双向 获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说研究评的事实 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跟着新旧观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档股票就够了 而且每一笔带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买的 一定要百分之金 卖掉一档之后 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 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来 从9月20号到今天 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一百万 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超出 两百零九万的利润了 那你一千万呢 透过金流力量 也帮自己超出 两千零九十万的利润 但是 再回过头想一次 在这一段世界里面 你如果还在过去 死爆活爆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还在用 不能实在软体 帮自己超股票 到底帮自己创出 多少的报酬 因此呢 就在节目当中 会常提醒各位的 我说过去一条路 如果一路走来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痛的时候 此此刻 就该换一条路 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10月18号这一点 这样子票100万 赚了29.1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放在口袋 接着换股仗报酬 是8号这一点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地球这样子票 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18号也就在这一天哦 系统告诉我们 千万要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地球这样子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贴线 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一次的 坐在家上面倒边 短短的三天两头 你的一百万 不是要帮自己刷出 19.3万利多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所以呢 这种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0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19.3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卖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那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卖 报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会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牛牛 新金牛观念 赚钱的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20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19.3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口袋 接着换股账报酬 问题是 20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报上 还是一样交给作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缩 回到20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案 一届选股多 一样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三晃这张票 赚它最可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20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前方赚钱 发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三晃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K线 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一次的坐在家上面的别人谈 短短的四到五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33.6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张票 当然也是一样刀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6号这一点 这样票一百万 赚了33.6万 系统告诉我们前方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什么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概那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卖 报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的 报上报下 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拥有吸经的有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6号这一点 這樣飄100萬,賺33.6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接著換補償報酬 問題是,26號這一天,我們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貨身上 還是一樣,交給作手系統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回到26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間選果多,一樣資金選果 3秒鐘的時間,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滿昇華科這兩票,賺他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26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錢包賺錢,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滿昇華科這兩票,賺他最好賺了一段 K線,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較上面等便 短短三天兩頭,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20.8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這兩票當然也不會是例外 這兩票,一樣堅持賺他最好賺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10月30號這一點 這兩票100萬賺了20.8萬 這兩票,系統告訴我們金融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天空開高,創新高,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但那股票,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要賣,你捨不得賣 到最後,常會像過去一樣的 報上報下,要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當擁有新金融觀念 賺錢的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30號這一點 這樣我們票100萬賺了24.8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擺一口袋 接著換股票報酬 問題是,30號這一點 我們該把自己再換到什麼樣板上 還是一樣,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30號這一點 操作一樣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多 一樣是資金選股 3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洪捷克這樣票 賺它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30號也就在這一天 也就用在節目當中 該給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 從10月13號到今天 總共13個交易時間 100萬已經幫自己刷出 114萬的利潤了 而且1000萬了 因為幫自己刷出 1140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死報活報方式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不能實在的軟體幫自己操股票嗎 很多投票在市場當中股票可能做得很辛苦 事實上的原因很簡單 我們大家可能忽略一個真正的事實 在市場當中要的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很簡單 要的就是賺錢兩個字而已 所以呢 在這個市場當中 你要的絕對不只是一個 頭頭是道分析 而是一個會賺錢買賣點 很多投票很喜歡聽很多的分析 覺得很多的分析很好很有道理 講得非常棒非常好 可是真的在實際上做蛋的時候 會常常會遇到幾個問題 沒有明確買賣點 模棱兩可很多的蛋書 到底該買不該買不知道 每次買進也只是用一層兩層試蛋去試試看 去賭一把 但是跟著做系統 就是百分之一買進 就是這麼肯定 那相同的 或許你聽了很多過去講了很有道理的解盤 股票分析得很好很有前景 可是呢沒有明確賣點 永遠不知道賣點在哪裡 只告訴各位股票好 漲也買跌也買 不管怎樣就一直買 那這樣意義在哪裡 任何沒有賣掉的股票 獲利就沒有辦法放在口袋 那都是假的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很多投資朋友分析的 看到很多分析的股票分析得很好 講得很有道理 可是買進之後就開始套牢 套牢之後完全沒有任何風險控管機制 只能眼睜睜看著股票一直下跌 而下跌過程裡面 你得到什麼 得到不是真正處理的方式 而是持續不斷的安慰 告訴各位 告訴各位不要怕 股票很好 未來很有前景 繼續報 報到最後結果什麼 我相信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我不給各位長篇大陸的分析 那是沒有用的 沒有意義的 我只給各位會賺錢買賣點 所以呢 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為了讓總資金效率達到最大化 一定是百分之間集中超越大量票 完全不會模擬兩可 而且一定要嚴格風險控管 我絕對不允許我所有的股票 曝露在很大的風險之中 所以風險大概也不會在這樣 3.5%上下而已 而且呢 一定要給各位會賺錢買賣點 而這個買賣點 一定要是領先 而且非常明確的 所以就同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分析得再多再好 不如做好 當下每一個應該要做的動作 所以事實上做股票可以很簡單 不用把做股票當做做學人一樣 把很複雜的事情再更複雜 講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偷偷是道 可是但是做起來 就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要的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對不對 所以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張股票這一天 這就是你要會賺錢買點 不是嗎 就是這麼簡單 需要看很多複雜的資訊嗎 不需要 我們要把最複雜的資訊 把它變成最簡單化 化成買賣兩個數字而已 這張股票在這一天 你有做手系統同時 我們所有會員 一定同樣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不用懷疑 一定是這個階段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一個買點 在這麼肯定明確的情況下 我所有會員都不用懷疑了 一定是百般來自己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所以會幫各位賺錢買點才是真的重要的 會賺錢賣點也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一個分析得很好的股票 分析得很好的分析師 所以就同你所看到的 為什麼買最好賺的買點 因為我們就是不要擋在前面整理過程 也不要擋到大漲一段之後再做追降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完全不會跟各位特別強量的股票 因為我們可以讓每一張股票 都可以變成我們賺錢的工具 而且要做到完全肯定 那面對於這麼多的資訊 包括這麼多股票 如果可以做到完全的精確精準 而且非常的簡單化 絕對不是用人的力量 人沒有辦法分析太多的資訊 也沒有辦法看這麼多的股票 分析花了很多時間的結果 就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 只會講故事 可是呢 跟著作手系統去做 我們就藉由科技的力量 把最複雜的資訊 把它化成買賣兩個點位 就這麼簡單 那當然股票永遠不會漲 不會永遠漲不會跌的 會漲也會跌才是正常的 既然會漲也會跌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會下跌股票 要不要避開它 要避開它 不只要避開它 反而還可以集結去賺它 空頭最好賺這一段 所以呢 跟著作手系統你可以完全放心 這樣股票在這一天 你有作手系統的同時 我們所有會員一定看到同樣的事實 周線空 日線低跟綠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 最後的賣點也是最好空點 所以當你有作手系統的同時 你可以放心 不過因為股票下跌而受傷 反而可以集結去賺它 空頭最好在這一段 也就等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好好去分辨手上股票是多或是空 縱使一當股票 或許它業績很好 看起來好像賺很多的錢 可是問題呢 問題它是一個走空的股票 那表示一件事情 表示它已經把之前的業績 全部都反映完了 那還傻傻去等待這個夢嗎 當然不是嘛 股票永遠是反映未來 而不是反映現在或過去 所以你所聽到的分析 講很有道理 常常都是過去的資訊 都是現在所看到的資訊 而不是未來的資訊 但是做走系統 給各位最簡單最明確 把方向看清楚 把買賣點會看清楚的方式 這檔股票也是一樣的 周線空 日線低跟綠色區間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 最後的賣點也是最好空點 所以你絕對不會因為股票下跌受傷 反而可以集結去賺它空頭 最好賺這一段 所以多空都可以賺它 最好賺這一段 不要把自己綁在漲跌之中 綁在股票裡面 重點還是回歸到兩個字 賺錢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我由於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想要跟著 新金融觀念 刷出比標跟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前提的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修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技術線02-2389-8029 02-2389-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來到現場 究竟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沒有作手系統去做棋子的同時 甚至一口擋 百分的擋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暢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從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交求的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值110一個月過去了 增這麼多 負這麼多 增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增1660點 11月十天過去了 增這麼多 負這麼多 增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增1220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對兩筆 一口單可以增115點 很多投票指數為什麼做得辛苦 因為做指數的過程當中 常會遇到很多字面的關鍵 包括一道盤整盤 會不會多空雙殺 市價追單有嚴重的滑降問題 進場前不知道停損停位置在哪裡 操作上面才會慢的半拍 加上所使用的軟體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很多參數模組 週期不確定的情況下 做起來當然就很辛苦了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在進場當下 系統就可以力竟就顯示 進場停損停力 上交一次的各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充 全數定價百分之百 不會有滑降的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跟各位對價對時 賺的賠的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不用會員自己猜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對兩筆 一口大衝可以賺115點 接第一筆記號訊號在8.55分的時候 是一個挑盤同步做這個訊號 不做的原因很簡單 在進場之前會先知道 進場停損停位置 如果離風險過大的同時 會去做它 當來到風險收空的位置的時候 事實上已經轉折了 所以變成不會去做 所以事實上今天 成交第一筆位置會在這個地方 趨勢盤同步做空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 系統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 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本來在灰色線上 變到線下是轉折 線下是綠色同步做空 所以收盤收定 設收盤價 16060去放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16061 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方可以規劃支撐區 一口單正73點 記得BiFi口單 等今天這個機會 趨勢盤不同步 反向做多訊號 還是一樣 一起來看系統一起來 是一個轉折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走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下 變到線上是一個轉折 線上是綠色的 不同步 跟著樓上顏色走 紅色就是做多 所以一樣我們設收盤價 16049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低來到16041 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相同的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方可以規劃壓力區 一口單正42點 記得再把它發一口單 就總在節目當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